辛苦啊 我們要栽館客森 國瑜客森 國瑜客森 其他的是我們分隊的同仁 辛苦 來到基隆消防仁岸分隊 內政部長劉世芳 向隊員問好 就是為了幫辛苦的打火弟兄加油打氣 現在這個社會大家都想到我們消防人員的辛苦 然後就買一些小食物啊 便當啊 還是一些小點心啊 小麵包 然後來慰勞我們 中午便當一打開菜色豐富 色香味俱全 消防員臉上洋溢幸福滋味 劉世芳特別跑這一趟 就是為了日前山脫爾颱風來襲 辛苦救災消防人員 還沒中午12點就穿著制服去買便當 卻遭到民眾歐網公審 在基隆市議長同志委陪同下到場立挺 消防隊這邊的同仁 在幫忙救災的時候 去吃飯 還有人在網路上說為什麼穿著這個制服來吃飯 那我覺得當然非常不捨 所以我今天就扮演這個UberEat 請大家吃便當 剛也特別看了我們基隆市的這個消防隊員 他們的個裝 個裝的部分我們已經有備了這個預算 希望那個個裝會更精進更改善 那無非是希望說我們這個每一位消防同仁出去救災的時候能夠先確保自己的生命安全 那有餘力的時候才能夠去協助他人 我想這是我們最高原則 所以今天來慰問這些弟兄姐妹 其實我們在遇到雨災風災的時候 大家非常辛苦 所以這個買便當的時候 部長非常不捨 那也來慰問我們的這個人愛消防隊 那同時也關心我們的聽社 也關心我們的這個消防隊同仁的這個個別的裝備 還關心我們的雲梯車等等 非常謝謝部長今天力領 然後來我們關心我們基隆 我們基隆這一次的這個雨災受傷非常嚴重 便當事件發生之後 不僅基隆市長謝國良 內政部長劉思芳都來力挺 還有一名來自台北的三星人士 捐贈了基隆9個分隊 總共18隻烤鴨 要給消防隊員加菜飽餐一頓 他是體系那個消防局員工 那個工 同仁那個辛苦 然後就因為這種事情被人家講這樣子 他感覺很就是跟他有一點不捨 然後就他很低調 這次風災造成基隆多處激淹水 謹消全力投入救災 各界送來溫暖 用實際行動表達支持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や 我